他类似函数,我们前面有讲过一下INDIRECT 这INDIRECT可不可以做得出来?那绝对可以啦 只是说他的概念跟INDEX 不太一样 INDEX是哪一栏哪一列的数字 那INDIRECT是哪一个 位置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是B2的话 那你就必须在刮虎里面给他个B2的一个文字 一个字串 所以你要怎么样?自动帮他组合出一个B2 再来就是C2 D2 E2 给他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有一定相当难度啦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完成 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 是不是可以用录制聚集完成 其实 好像有点困难 或者是 再来可能就要用VBA的 那VBA他的做法其实 基本上 大概就是 再复制一个 也许你们就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也许把它取名叫VBA吧 那我们做出来的结果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也许 那我们会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 就是说 我当我选了一个班级 你要需要按 按下这个按钮 他才会执行 那还有第二个阶段 因为有同学会说 老师如果你这样子点了以后 再按一下 感觉有点麻烦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不用按这个按 他一样可以去执行 OK 所以大概分两阶段 如果说你不按钮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怎么样 把原来按钮的这个叫做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click click之后他会触发 我们原来写的那个一个sub 叫班级 那个程序会被触发 可是呢如果今天我触发的 那个动作 因为你要执行这个程序一定会有个触发点 按下去 那如果我今天不按他 那我的触发点可能会要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怎么样呢 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诶改变了 可能一般变二般变三 只要是不一样了 那就是change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 我的某一个储存格 比如说h2 这个里面的资料 被改变了 那如果改变了 那我就去执行什么 班级的这个程序 所以他会有一个 类似的那种 事件 事件驱动的一个概念 其实在很多的 程式设计都类似的概念 就是 当什么状况的时候 发生了 我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概念其实蛮多的 不见得是软体 硬体也是一样 比如哪个东西 哪个device 一个装置 他的sensor 比如驱动了 当那个 某一个 比如温度 温度 超过 比如说 你可以设定 假如温度超过 30度了 那甚至 冷气 就自动启动 OK如果类似 像现在 比较 比较热门的就是 有点像智慧型的 类似像智慧型的一些 控制 那这些其实也需要有人去写这些 程式 那这些写的程式背后 的概念基本上都是 一样的 那程式的语言 逻辑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说语法 超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写VBA家如果你有兴趣去写手机的App里面的程式语法 我是觉得也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写网页也差不了多少 OK好他都有相通相关联的所以你这个通的话其他地方我想应该也比较容易可以 容易接受 现在好像未来的 整个大环境 好像慢慢偏重在就是你可能要 转向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自动化这个部分 好像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像金融从业人员 最最 首当其冲 而且很多东西就从实体转到虚拟世界里面 那虚拟世界里面 很多东西 就不是实体 人去处理 而是说你可能要做一些程式 撰写 的动作 你才有办法去做到那些事情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概念 第2个就是说 这个是第2件 如果说我今天是按按钮的动作 那我要怎么按下他 自动帮我把这边的资料 带到这边来 OK那里面的话我的逻辑是这样 第1个 其实这个 这个程式 前面也写过类似的 所以我大概说一下我的逻辑 我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给清空 所以我的写第1行是 轻空这个范围 轻空这个范围 前面有讲过 你用Range Range哪个 哪个范围呢 G的 G5 有没有 这个G5储存格 到哪一个呢 到J的12 有没有 这个范围 把它轻空 那程式就一行 Range G5 帽号 J J12 点clearcontents 前面有写过了 所以清除 先把它清除掉 第2个就是怎么样呢 先 因为我将来 要把这边的 这边的资料 判断的是A栏 如果A栏里面的 资料如果跟H2的资料是一样的话 两个是match的话 才帮我把它带过来 那带过来 我首先需要 带过来的是哪一列 所以预设 我会有产生一个 变数叫K好了 这个K是 预设值等于5 5的意思说 我将来要写到第几列 那就先从第5列 那如果说写过来 一笔之后的话 我下面那一笔的话 就是把K再加1就可以了 那就变成 加1之后 本来5变6 变7 一此类推 所以会有个K 那再来做什么呢 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12列 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 A栏里面的资料 跟H栏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资料 搬到这边来 那什么东西搬过来呢 后面的搬到前面来 后面的东西实际上就是 这个的什么呢 I列的 A B C 应该是 B C D E 搬到什么 G H I J 那这边是 I 前面是I列 后面这个是什么 是K列 K从 有个预设词是5 所以从5 然后 K的话再把它加1 加1之后的话就 再往下 再往下 OK 大概逻辑是这样的 那程式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RUN出来 结果是这样 那程式撰写方法 1 前面讲过 1先插入一个模组 第2的话呢 我再插入一个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 也许我叫班级 那我就是按照步骤 所以也许 刚开始 我不知道怎么写 没关系 至少我可以先把什么 把注解打上去吧 所以 注解 打注解 前面加个 单引号 第1个是删除 那个旧资料 前面有讲过了 删除旧资料 就是Range 这个范围 有没有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 ClearContents 其实你点下去 那个ClearContents 也不用背 ClearContents 这边就出现了 你就告诉他说 我这个范围 先帮我清掉 那第2个是 输出的列数 假设我要输出到 第5列 那我就在这边 增加一个变数 叫做K OK 那K呢 主要的用途 就是说 因为我将来 输出到 第5列 那如果说 我将来 如果已经输出了 一个 一列 资料之后 我再把这个 K加1 他就会输出到第6列 再加1 变第7列 OK 其实这个用途还蛮多的 蛮多地方 我都是这样写的 OK 比如说从这边的资料 搬到另外 另外的地方去 其实好像同学最常问到的 这边资料搬到那边去 那这边有I 另外一边的话 你可以另外起一个变数 也许叫K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跑回圈 如果I等于第2列到第12 这个都一样 Fornet 这前面都写过 如果 这个也写过了 所以都一样 Sales 指的是 这个 I欄 有没有 的I列 他会从2 先比一下 跟哪一个呢 跟固定的位置 Range H2 比一下 如果他两个都一样的话 这样做什么 就是把他的 B C D 后面的搬到前面 对不对 把这个 这四个 搬到这边来 这个是什么 G H I J 那可是问题 我不知道 我知道前面这边的应该是I列 后面的是I列 可是前面的是什么 因为我多了一个K 那搬过去 不就放在K 的那一列吗 就第5列 可是你不可能永远第5列 那怎么办 搬完之后呢 记得怎么样 把K再加1 K加了1之后 变6 写过 再来就第6列 第7列 一起来一推 这样就完成了 OK 基本上 城市撰写 里面大概 顶多只有这个地方 会是 比较新的概念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 OK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今天 因为这地方比较麻烦是你必须要点一下 再按一个 这个按钮 那可是如果 不想这样按 我可不可以不要按 它自动帮我 点击 自动变 OK 那当然可以 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那个VBA程式 其实说真的没几行 而且逻辑上面 反而感觉应该 甚至比刚刚那个 四个 函数好像 来得更简单一些些 那其实 刚刚同学问说那个 Ctrl 就帮你把那个回圈给全部跑完了 只是说在VBA里面看得到 那个回圈 但是在 Excel里面 他反正就跑完了 感觉好像 到底跑什么 你会比较 不太知道说到底 执行的过程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像这种比较复杂的 或者是大范围的 反而我还是比较喜欢用VBA来 因为VBA至少看得到 你也可以比较 可以去 控制的到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写法其实非常的 应该算是 简 应该都看过了 而且算是还蛮简单的写法 那这种写法 一看就知道是应该是我写的 因为我写来写去都是写成这样子 但如果你今天呢你们去看其他人的书 VBA的书籍 他可能就不是这样写 我发现其他的那个作者写的都很利 写的都会非常的厉害 但是就是让读者看不懂 OK那我的写法 我前面讲过了 我的写法就尽量 越直觉越好 OK我的写法就是很直觉的 哪一个储存歌到哪个储存歌 可是一般的书里面 他的写法 感觉好像他越写 好像越抽象 好像他越 可是我觉得 也许 一般人的功力还不到那里的话 如果写的比较抽象 或者用物件导向的方式写 其实对于那个 一般人来说是比较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的写法会比较直觉一些 一些 各位可以试试看 尽可能如果可以 如果自己 假设 这个可以从头到尾自己打过 都让没有问题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你应该 这门课 你应该没有 这个 该学的应该都有学到 里面的话 顶多是多一个K 其他应该都不是 不是新的 这期间 太好 你是 你在哪里 这些 回事 你 是